《雍正王朝》这部老剧 上演很多年前上演 不断地重播 大家非常喜欢看 主要的演员 他的本名跟时装照 所以这些主要的演员 大家都耳熟能详 可是有些叫什么名字 搞不清楚 然后时装的照片 生活照跟剧中又不一样 雍正王朝是一部 好看的不得了的电视剧 但是也是一部假到不行 假到不得了 这错误太多了 编辑要打屁股 但是大家很多人 最糟糕的很多人就以为 里面的剧情就事实 很多人根本人就虚构 没有那回事 但是好看的不得了 雍正帝 我们要讲雍正帝 不能讲雍正 康熙乾隆 那是年号 年号归年号 讲个帝 清朝还好 清朝就是一个皇帝 一种年号 那你要说汉武帝 唐宣宗 年号一大堆 那怎么办 要讲雍正帝 应征 唐国强 那有名 这个大家都知道 年轻时候很帅 老的时候有年纪 还是帅 但年轻时候特别帅 然后又长得大气 这个讲话 这个身若红中 形象正派 尤其也毛泽东 有的很像 故意把前面头发 往后一样 就是蛮正面的人 1952年生 山东人 他个子也不爱了 然后山东烟台人 国家一级演员 国家一级演员 不是只有演员 歌手 相声 什么都是 他们叫演员 麻烦就是表演 也不要说演戏 这个演是表演的意思 而不一定是表演的人员 而不一定是演戏的人员 很多啊 他国家 他现实时装照 差距不大 也蛮客气的一个人员 很正面的一个人 其中他的戏里面的福建 后来是皇后 就是他本人 就是他太太 交往这个人不得了 其实雍正王朝好看 他不只是唐国强的演得好 交往在里面更细一点 真正主角应该是交往 然后后半段是雍正 前半段都交往的戏 他真的是老戏 里面可能演戏最好 不一定演戏最好 就是整个组组在身上 这个我很佩服这个人员 我们先看他是康熙地 权业交往 或交往交往吧 1936年年纪大了 但是也算长寿了 也快九十了 右边就是年纪大 再不是现在 现在更老一点 反正白发都快九十 当然白头发 你说有的都已经八十岁了 满头黑发那 当然都染的嘛 河北张家口人 出生于北京 国家一级演员 长得不挺帅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 就写沙士比亚 演舞台剧啊 沙士比亚 所以他的功底深厚 因为舞台剧啊 不一定那么帅 为什么呢 因为像电视电影嘛 都放大嘛 特写嘛 舞台剧 这舞台那么连看不清楚 他不是挺帅 可是舞台剧就练那个 练那个口音啊 口白啊 他讲话特别有 他讲话也特别有力 一样顿错等等 为什么抓不得了呢 中国大陆有个顺口 就是北交旺 南宝田 就是神一喜来的那个李宝田 这两个人 都是老戏骨 当然交换年纪更大一点 但是为什么佩服 我佩服这两个呢 这两个人啊 很不商业化 钱谁都要 这两个人也不是说不爱钱 不要钱 也就是说不愿为了钱牺牲 那交换他是特别知足 他在看戏 接戏的时候 李宝田跟他一样也挑戏 不适合的 不正派的 无扯八道的 不派 两个人甚至连那个红的时候 连广告都不拍 广告赚钱很容易嘛 交换呢 看剧本 看着入目三分 把自己都带入进去 这两个人就高风亮节了 不肯妥协 就是为艺术 肯牺牲 可是不肯 不为乌斗敏则药 就佩服这两个交换 这两个人都不是顶有钱了 尤其李宝田又被排斥了 这故事很多不管了 这个《巫师道》 这是里面核心 雍正王朝里面核心 我真是最假 因为他的戏本太重了 神奇妙帅 有人说他是副导演 开玩笑 他什么都知道 可是他跟那个 他跟庸正王朝 根本完全不认识 一辈子没见过面 在戏里面两个好得不得了 一天到晚出门滑车 白天要在一起 晚上要在一起 结果好到不行 这会不会太假了 这编剧从原作 原作 编剧 导演 全部都无知 就是因为雍正王朝历史剧 这么重要 里面最重要的重头戏 结果是天大的谎言 所以我看到这些 非常的不爽 这一次是太远了 所以年轻人啊 小孩子一看 哎呦 无知到神哦 跟雍正帝啊 跟印针啊 跟四皇爷 四皇 这两个好得不得了 印象就造成了 事实上两个完全不认识 那雍正帝啊 知道他 有听过他 就是这样子而已 一辈子没见过面 演员叫李定宝 长得方头大尔 这他右边是他本人 这有点时运不济 他也是国家一级演员 他年纪也蛮大 1930时候 所以他2006年就过世了 他的演技很好 也是老戏骨 可是就是 也是那种 什么正宫团 义宫团都出来的 演戏功夫扎实了 可是可能也不算是奶油小顺吧 就是没有戏也没那么多 也没大红大紫过 可是这种是演戏的功夫好 所以演戏有时候要靠运气 男的话要靠运气 女的话就靠有没有栽培嘛 有的你觉得长得不错 可是也没有特别 红得不得了 红得要命 有的你说 这个好漂亮啊 这不红 所以有很多演艺圈里面 很多潜规则 男的就是看运气了 看那个女的话 就看有份栽培 八个王冬生叫Bug Bug 八个硬死 王慧成 这个个子高 他一把三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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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东人 三东青老人 1962年 比我小两岁 当然现在也是 也算老人 在里面当然是核心 演的也蛮好的 他演技不是挺好 但是也很符合剧中的造型 也算不错了 后来黄飞鸿的戏里面 他也演荣先生 实际上的歌一出来 大家很喜欢 《霞王》 中甘义胆 所以很喜欢 歌子也蛮高的 叫做王辉 两个字 1966年出生 戏里面都很喜欢 但是也没有大红大字过 而徐敏 这个倒是国家一级演员 就是演艺圈的地位就比较高 叫徐敏 1947年也是有年纪 也是七十多岁了 三西人 年纪是好帅 因为他这个演的时候 有一点年纪了 那本人就帅 但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帅 就是五官非常的精致 他叫徐敏 而他的戏不少 但是奇怪 一般也没有 也很少演到主角 所以很多就是命 就是时韵 命 然后这个演童国伟的 叫廖敏 他个子也蛮高大的 长得这样子 本人刚好这个演 清朝的刚好 头又往后突压 他是1940 也是年纪蛮大 2016年已经过世了 他也是国家级演员 他儿子也蛮有名的叫廖凡 就演电影的师傅廖凡 跟他不像 廖凡的脸比较长 比较瘦长 也没有很瘦 就比较偏长 跟他脸型完全不一样 但是廖凡是他儿子 廖凡就主要演电影 也算是一线演员 他的演技也蛮好的 所以国家一级演员 在戏里面 也是那个编剧打屁股 因为龙哥都 他叫六叔 剧中都叫六叔 大家年轻人就 六叔 他的侄子 历史上就他亲儿子 为什么亲儿子编剧 你非要把他编成织子 我百事不得其解 所以 庸臣王朝里面夹的太多 细的就不用夹 就是很大方面的 就是蛮明显 蛮重要的错误太多了 但是又好看不得了怎么办 李渭叫赵义 在里面就是演那个 也不算小角色 就是小娇花子出身了 这又是狭白的 他根本不想小娇花子 他家有钱 但他确实没什么学问 没什么练书 就捐买的 以前到清朝中叶 会比较缺钱 可以捐官 所以国家富强的时候 就要科举 一定要考试 可是国家开始穷的时候 就开始捐 就是 就是又买了 但是 向国家买 又买不好听 用捐 捐钱 那在一开始就是后补 后补 然后看运气 有没有运气去实售 后来这个真的缺钱了 就赶快补 就赶快实售 所以他是买来的 可是他家里有钱 他说去里面 为什么搞一个小叫花子 我也搞不懂 就好像当观众白痴 观众什么都不懂 那有些观众 还是懂一点 或者是也可以查查资料 查查危机 或者是看看历史 就是这里面 用途网他错误太多了 北京人 金片子 他叫赵毅 当然也没有大红大字过 这个 也九王爷 九王爷 就是 他的相貌蛮好 但是 时装照的话 这个额头特别高 他是 他也蛮高的 这里面超过180了 很多 辽宁也很东北 东北高 像苗海忠 1968年出生 看不出来 他是 他是体育生 体育系出来的 然后体育系毕业出来 可能也不是整阵运动 发展多好 就开始 去 这个 去报名 参加演艺圈吧 然后就是 一开始也没什么机会 剪广告片 所以很多演员 后来大红大紫 可是一看 他刚出来 奇怪 大红大紫的时候 男的又帅 脸级也不充 女的好漂亮 可是奇怪 刚出来都没什么机会 所以要人捧 还要跟观众结缘 很多都是刚出来 西方也是格兰格兰匹克 什么帅的不得了 刚出来没戏 很多都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演广告片 一炮二红 就开始演演员了 辽宁人 有一点 当这个有点不太好 就是曾经坐过牢了 而这个刘葵啊 跟这个形象上的反差很大 这里面嘛 就是十二哥嘛 硬额 就是不学无数嘛 自以为是嘛 然后鬼点子 不鬼点子啊 就是 就是一个 没水准的人啊 但他本人不是啊 其实 历史上啊 也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想想看嘛 我们看很多电视剧啊 这个皇子啊 大臣啊 讲话好像很没水准 没水准 不可能嘛 因为你大臣都是近世出生嘛 都是十年很疮苦 而就算他人不好 顶多就是大臣 人不好 心不好 喜欢斗争 可他们都是 念破万卷书的啦 讲话都是 写东西 文章都 都是学文家 不是像电视剧里面 有的大臣 讲话好像很没水平 不是那样子啊 你说十二哥 你没形象吗 简直完全不练书啊 讲话土的钥匙啊 什么也不懂啊 他们自己 南书房长大的 都是用国家力量去培养的 没有那么没水准 所以有时候演戏太肤浅 但刘奎这个人啊 他是内蒙古人 右边就比较像 胡子多 左边还比较没那么像 也是蒙古人 国家界人 他本身 所以有的观众眼睛尖了说 他在里面 分尸好几个 有 当然 这个主角 主角是不会啊 可是你说 刘娥啊 他在里面演十二哥 那演到这个蒙古那边 有一个老头子啊 故意老庄啊 拉那个马头去 两个医学人 就他 有的观众眼睛 就不是十二哥吧 十二哥是 里面有好几个啊 他本身就是 呃 在中国的 戏剧的地位蛮高啊 这边没有写 除了国家一级 也以外 哦 当好多什么 这个演艺协会 里师啊 有中国的啊 有蒙古的啊 有哪里的啊 然后他演很多戏 所以他的 他本身啊 演戏有功绩 有功底 社会地位也高 就跟那个剧中的十二哥 这个好像 白痴白痴的啊 形象差距 非常大 他有内 有内在的人 刘葵 而这汉化的名称啊 汉化 他搞不好有个 日本 又有个蒙古的名字 啊 这个也拥之皇帝啊 是 十二哥啊 太太啊 乌拉那拉士啊 叫壮丽 壮丽 壮丽 实际上就是 唐国强的太太 你看右边嘛 叫夫妻嘛 不然不会手 打在肩膀 就夫妻 老夫老妻了 你说这个壮丽 长得也不错啊 这边有点 外国过去 有 他本身是藏族人 那是英国血统 1964年出生 他一直是他老公啊 唐国强啊 不但他太太也是他经纪人 那个也宰相刘罗国强啊 那个 张 张国力啊 里面 也杀太太 也杀太太啊 西里西外多太太啊 所以说壮丽 怎么有点汇学 他有 英国汇学 杜宇璐他也是一个老戏骨啊 1941年啊 年纪也大了啊 2022年过 前几年过世 身在东北啊 辽宁的铁铁铁啊 呃 他的声音蛮特殊的啊 然后他另外除了 这个雍正王台外 另外那个大宅门里面啊 一开始了啊 一开始老爷子嘛 他就是 然后神喜来了啊 这三部最大啊 最大的反差也大啊 这里面就中干义的啊 这个 雍正王朝里面中干义的啊 神喜来的 那里面啊 就是坏到不行 那然后大宅门也是老爷子啊 但只有钱没有戏份啊 这个是蛮正派的人啊 老戏骨 可是也是没有大宗大寺过啊 找的也还不错嘛 也连个摇 林公瑶就一炮红啊 他戏也演了不少啊 但是 生殖人心的就是 也连个摇 他是河北人啊 这个绝对不 这个绝对不是 看起来不像汉人啊 反正怎么说呢 就是说 因为中国还胡胡乱滑嘛 反正你觉得啊 胡事特别多的 脸上啊 什么皱纹 不是这个皱纹啊 纹路特别多的啊 还有五官啊 大眼睛啊 高鼻子啊 就不是汉人嘛 所以 讲的夸张点 就演艺圈里面啊 大部分不是纯汉人 因为为什么 汉人就是 就是 塌鼻子嘛 厚嘴唇嘛 单眼皮嘛 那这样子演艺圈就很难混嘛 演艺圈就是帅哥美女嘛 五官分明 大部分 绝大部分就是 跟胡人混血 就比较 比较立体啊 所以他这个看起来 怎么看也不像是 汉人的脸啊 当然也不是 也不是说他一定是什么匈奴的后代啊 或者胡人的后代 就是混了嘛 一定混嘛 汉人汉虎混血嘛 那头发这边都是汉人的 特标 标志嘛 那鼻子也是混嘛 就是 但是他这个 脸型的这个 纹路 这就是 这不是汉人 汉人没有这种脸 汉人就是平平的嘛 他就演这部西红 其他就还好 但西也不少 那蔡虹霞 就当然演艺吃亏嘛 因为外形吃亏嘛 他北京人啊 所以他也是北京口音叫蔡虹祥 也演了不少戏啊 这个 右边是他比较近年的照片 到现在更老 就是皱纹特别多了啊 这演戏当吃亏 只能演反派嘛 演配角嘛 演不了主角就比较吃亏啊 所以很多不知道 演龙克多叫蔡虹祥 那演那个 演那个 弘历啊 就是乾隆帝的 叫甲志刚 东北 生于东北 遼宁啊 但个子不高啊 长得很帅啊 很俊相 五官分明 但是啊 就年轻 年轻轻轻 头发有点 反极线 往后突了 但是他后来就 没什么消息了啊 就是啊 因为中共嘛 就是不喜欢法轮功嘛 相信法轮功就 没搞头了 江峰也是啊 就根本就到美国去了 就是演红石啊 里面坏到不行 他本人好得不得了 反差很大啊 毕业于中央系统学院 资料都找不到 也是法轮功嘛 所以就资料可能也封杀了 可是海外也找不到 就是去主持大纪元的节目啊 他 他就是出道以后 蛮年轻的时候 他就不喜欢演技圈啊 就觉得钱规则很多啊 应酬啊 盼怪他不喜欢 很痛苦 后来他接触法轮功 他觉得啊 找到一个归宿啊 后来就找接到美国啊 去大纪元那边去了 去大纪元那边去了 这个西州里面啊 就是很坏啊 有点巴格的银子啊 本人也蛮帅 本人蛮阳光的啊 那长林呢 叫演年秋月啊 这个就是运气不好啦 长得也不错啊 没什么机会 没人捧啊 或者是他不喜欢钱规则 你看真理嘛 真理多漂亮啊 多大气啊 老师演那个小角色 演主角都很少 那么漂亮 个子又是大长腿 怎么看都超级美女 没人捧 那厂商想不想捧真理想啊 不喜欢搞钱规则啊 不太吃饭啊 不太搞那一套啊 大家就不捧 那年秋月就长林啊 这名字比较特殊啊 这看起来 这也不像汉人的脸啊 那名字也很长啊 很多很怪的姓 就是以前胡人啊 这个改成汉姓啊 所以有的姓拐拐 像很多我这个刘培元的语言啊 结果那就是蒙古人嘛 改成语言 他毕业于北京电影院 他资料也不多啊 不像汉人 那长得也不错啊 演技艺还可以啊 可就没什么机会啊 所以这一期让大家知道一下啊 这些我们再 再记住一下本名啊 这个雍正文朝说 没看过很少 演雍正帝的 印针的 唐国强 这个大家知道 演康熙帝的学业 大家知道 叫教皇 这两个特别有名嘛 吴师道的本名 很多我们不知道 叫李定堡 演八个的叫王慧春 十三阿哥 霞王嘛 打得到印象印象 本名叫王辉 当阿哥嘛 这在戏里面就是 呼告瞎告 徐敏 彭国伟嘛 这个叫廖炳炎 李渭嘛 小叫花子嘛 后来当大官嘛 赵义 九阿哥嘛 也是卖音线的嘛 苗海忠 十二哥这个不学无术啊 土的要命啊 任性的人啊 叫刘奎 实际上本人不是这样子 尤正帝的皇后 要汇学学统的壮丽 这老戏骨演张提玉的啊 杜宇露 这个张提玉的戏也是瞎掰啦 他其实才比雍正大不了几岁 没有像剧里面啊 那个 因为那个 一天到晚跟那个 康熙啊 出谋画车 他根本 康熙在做他小角色嘛 他主要是 发迹是在雍正啊 这跟剧里面完全不一样 演年根摇的叫杜志国 龙哥多的叫蔡虹祥 演红利的小帅哥叫贾志刚 后来写医完全失踪了 这个也不可能再回中国大陆演戏嘛 相信法轮功 听法轮功组节目的一辈子 回不了中国大陆 演红室叫江光宇 演年秋月的叫长林 这一集讲这